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漲跌密碼 來看看今天台北股市反彈上漲94點 收在16993點 萬七關卡收復還是功虧一虧 成交量是2266億 那監牌是怎麼做解析呢? 現場為您要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的是大宇國際投股 張宇明分析師張老師好 婷娟好,同志朋友大家好 第二,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一群好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今天排名上光,掌握港號為您 先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今天漲了94點 但是整個月線到目前為止 還是跌了700點 今年總共跌掉1225點 這個跌幅還是非常的慘烈 電子股最嚴重 因為已經跌破6個月的低點 在6個月的低點附近 所以目前的格局 當然是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買進去都呈現套老狀態 我們看這個圖 好,大盤目前昨天是跌794 今天漲94 所以目前月線是跌700 那前面四個月 總共加起來是跌了1225點 那目前從高點18619下來 是跌了1626點 也就是說目前這個跌市還是非常的嚴重的 你不要小看它 最嚴重的在電子股身上 來,電子股為什麼? 因為它目前在6個月的低點附近 也就是說6個月買進去的籌碼 幾乎都是呈現一個套老狀態 當然是最嚴重的 看完現行 好像是三南三北走一回 有沒有 三南三北真的走一回 有沒有 所以有首歌叫 怎麼樣 三南三北走一回 三南三北 三南三北走一回 真的是 真的是 三南三北走一回 對不對 所以看完這個現行 我想到一個這個小故事 這小故事非常有趣 有一隻狐狸 他看到一龍雞 主人把他 晚上把他關在雞籠裡面 他在那邊等待很久了 想要進去吃那個雞 可是進去以後發現太胖了 那個柵欄進不去 那怎麼辦呢 他就在那邊餓 餓了三天之後 終於瘦了 就可以進去把雞籠的雞 全部把它吃掉 吃得一干二净 哇 他肚子飽飽得好舒服 可是要出去的時候又胖了 懶肝出不去 那怎麼辦呢 再二三天 瘦回原來的樣子 就可以出去了 所以從頭到尾進去 瘦了三天進去 吃飽以後二三天出來 把自己二回原形 所以就是過了一個嘴癮而已 就是進去出來這樣 就是跟這個線型 所以這個小故事 就是跟我們剛剛講 這個電子股線型是很一樣 三人三北走一回 那如果走一回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你的低檔買 頂都賺得吐回去 那還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是在高點買 那很慘 那這一波是傷得非常重的 股票上會有一個怎麼樣 叫做多空循環 好 那你要記得 那當然很多人 這一波受到很大的傷害 那很大的傷害之後怎麼辦 他也不曉得怎麼辦 因為他不可能是低點買 那不是主力大戶嗎 他也不是股市高手 一般市場的投資人都叫散戶買 散戶一定是追高嘛 大漲一大破才要追 要追完之後掉下來 哇 高點沒有跑 就掉下來受中傷了 受中傷以後也不曉得怎麼辦 每天就是傷心 哭泣難過 那我又想到一個禮語 這個禮語就說 有一個先生很愛他的老婆 那老婆有一天生病就過世了 過世以後 那個先生就很悲傷 悲傷到不行 每天想到老婆就哭 那老婆走了 這個也沒有什麼遺物 就留下一個糞桶 那個塞湯 小時候是沒有 像我們現在這麼方便 有什麼化混廁所沒有 小時候就是你要拿一個飯桶 拿一個糞桶 在那邊 晚上如果要上廁所 就去放在糞桶裡面 然後白天再去把它倒掉洗一洗 所以這個先生的老婆死以後 他很傷心非常難過 那想到的時候痛苦不已 抱著那個塞湯 抱著那個尿筒 在那邊大哭 那沒辦法讓自己的悲傷停止 所以有一句禮語就說 老婆死了還抱著那個尿筒 沒有用 沒死了你再摸一下塞湯 那有什麼用 沒死了你再摸一下塞湯 沒有意義了 懂意思嗎 雖然很簡單 你可能做錯邊了 你可能受到傷害了 很多人 因為這波這樣一個現行下來 是很多人受到傷害了 那你可能做錯邊了 你可能受得很深的傷害了 這時候不要再抱著那個尿筒 在那邊哭 懂嗎 趕快振作起來 找到對的方法 把你過去輸掉錢 贏回來 這才是正確的 你不要一直抱著那個尿筒 在那邊哭 那個沒有用 好不好 那我們說股市會多空循環 多頭不斷上漲 漲不上去 變空頭 空頭不斷下跌 跌不下去 變多頭 那散路通常是買到高檔 利多滿天費 才會製成高檔 最後買進去就受傷了 受傷這一段也不賣 最後受不了 賣到最低點 高手剛好相反 騎檔點懂得買 高點到他懂得賣出 所以他成為贏家叫高手 散路高檔買 受不了 疊下來又不賣 摸一個塞上 就受不了低點賣掉 所以你看這次永遠不會變了 這就是股市的多空循環 散路逃離不了 最高的宿命 逃離不了 這個一路看好的宿命 逃離不了 殺在最低點的宿命 所以是散路的悲哀 好 大盤 這條叫年線 年線8500 到18000 漲了1萬點 年線沒有下彎 對不起 現在開始下彎了 看到嗎 年線這個箭頭是往下了 有沒有 有 箭頭是走平 然後開始往下了 這個綠色告訴你是往下 沒有錯 所以你要看得懂 這兩年的行情 很簡單 從年線來看就已經結束了 你不可能說到這裡還做多 整個年線要把它下彎 兩年都不會下彎 現在來到這裡 對不起 該有下彎了 箭頭開始往下 怎麼樣 年線該有下彎了 該出了 該出場 要出了 現在出說 有都已經跌三層了 都來不及了 都已經傷很重了 可是沒辦法 行情不對了 這格局已經破壞掉了 好不好 下跌過程 不要拼命找理由 怪東怪西 但是從來不檢討的志祺 懂意思嗎 最恐怖的是 還沒有來 哪裡還沒有來 有的股票會跌五成 都可能出現 這張圖卡 是我在3月16號講 因為我今天剛好在翻舊圖卡 翻這個3006的舊圖卡 剛好看到3月16號講這張 有的會給你跌五成 今天應該印證很多股票跌五成 好不好 今天的新聞 4月19 台股裡面怎麼樣 大戶落跑了 散戶還在往前衝 那所謂大戶就是它有個定義 就是一年是 一個月的交易量是6億以上的 如果是1到5億的 可能就是中石戶 1億以下就是散戶 大戶怎麼樣 數量越來越少 這個大戶的量越來越小 散戶往前衝 所以我們說大戶落跑了 散戶還在往前衝 這當然是不利的 這不是一篇而已 這個新聞也有燈 工商也有燈 有沒有跟你講 大戶中石戶落跑了 散戶還在衝 這當然是比較不利 被你小散戶去買很多套牢的股票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電子股的格局 來 這條叫年限 年限一樣 兩年 沒有下彎 來到這裡 開始下彎了 當然這裡離高點 有一段 看年限是很慢 就算很慢很多人還搞不清楚 你看多糟糕 那我們這年限開始往下彎 第一條年限 第二條半年限 半年限也開始往下彎了 看到嗎 這個淡藍色這一條 就半年限 半年限開始怎麼樣 從這裡開始做平 開始往下彎 箭頭往下 好 這個季線 開始也往下彎了 季線跟這個 半年限形成一個四彎交叉 跟這個年限形成 第二個四彎交叉 所以這是很不利的 這個是 這個月限跌破 這個更正一下 季線跌破 這個半年限 跌破年限 這季線不是月限 好 我們再看月限把它叫出來 月限跌破季線 跌破半年限 跌破年限 對不對 然後這裡 季線跌破半年限 所以總共形成三個死亡交叉 電子類股目前更正有四個死亡交叉 本來三個 這三個已經早就有 這四個第四個形成了 就所謂的季線跌破半年限 形成第四個死亡交叉 目前四條均線全部往下 四個死亡交叉 股價怎麼樣 跌破所有均線 跌破所有均線 跌破 幾乎跌破所有的位置 均線早就跌破了 跌破半年的低點附近 所以我們說看完之後 你看這個有多嚴重 這不是普通的嚴重 是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股市裡面很多人 還是不知不覺的 搞不清楚 完全搞不清楚 每天還在買多拉 講多拉 飆不在哪裡了 股市裡面很多散戶真的很可憐 就像在苦海裡面 我們想要救他 他還不讓你救 你要救他 他還給你罵三字經 當我講到 你轉空電子股轉空 三字經都給你罵 因為他買了股票 你說他的股票轉空 他跟你翻臉 所以我們說有些人 是不知不覺的 最後這些人輸得細 因為他完全沒有感覺 後知後覺 當然是輸家 你只有先知先覺 才能夠成為贏家 高檔看得懂 叫先知先覺 好不好 好 但這個我們再講一遍 第一個 股價跌破所有的均線 月線 基線 年線 半年線 第二個 四條均線 全部往下彎 這不同的意思 跌破跟四條均線往下彎 就是不同的意思 當然都是代表空頭的格局 第三個 股價在六個月地點 這三個加起來你就知道 這個線型有多嚴重 那不是普通的嚴重 那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送到家戶病房 病危通知第三次了 你看嚴不嚴重 搞不好隨時都會掛掉 應該說掛掉 掛掉快掛掉了 應該掛掉一段時間了 所以你看完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線型有多嚴重 好不好 好 我們的電子股 股價幾乎 在半年的最低點 非常的慘烈 那代表馬英雄全部套牢 那我們把它放遠一點 剛剛在這裡 看到這個半年前 那我們如果把它放遠一點 有一年前 幾乎就是 幾乎啦 幾乎就是一年最低點 扣掉這幾天 扣掉這幾天之外 上面的籌碼 全部套牢 就這幾天沒套 這幾天沒套 這幾天而已 真的不多 加起來可能不到20天 上面其他籌碼全部套牢 這是一年 這樣也不嚴重 這非常嚴重 怎麼不嚴重呢 到這邊 非常非常嚴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能看得清楚危險 就不會有危險 因為危險的還怎麼樣 趕快跑啊 如果這個房子要倒塌 已經開始在掉瓦片 那你要過去讓它砸嗎 有時候呢 房子要掉的時候 會跟山裡面落石一樣 開始一兩塊石頭 掉下來 可能有危險了 大概泥土開始鬆脫 開始 大概大片崩下來 你過去剛好被埋在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沒有跡象 一定有跡象 那如果你看得到這個危險 你當然不會過去啊 你看見危險就不危險了嘛 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好 電子骨 原來早就轉空了 那如果你看到這麼多危險 賣出信號都是壓力 對不對 兩線跌破 三線跌破 你看人出這麼多危險 那你還要進去嗎 你要進去讓他們 讓他修理嗎 不可能啊 你趙衛銘有沒有告訴你 有啊 那你想想看你這幾個月來 你每天到底在看什麼 你在聽什麼 你每天聽那麼多人解盤 有用嗎 大部分都錯的嘛 百分之九十九都錯的 你每天看他們說財經節目有用嗎 他在跟你講本益比很低 資歷率很高 他講也那個 講點新鮮的沒有新鮮的 從來沒有人告訴你這個盤很危險的 蔡民始終堅持 危險我就跟你講危險了 所以你們發現你看一百個 只有一個有用 可能只有我有用 你看其他根本就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你的生命 這個都沒有關係 最後把你的錢賠掉了 把你辛辛苦苦賺的錢給賠掉了 這個多可惜啊 有些人年紀大你要再賺那麼多錢不容易 體力衰退了 可能工作也 你要上班人家不用你了 像我也是老闆 我要驗證我怎麼可能用一個老口口 那要來幹嘛當管理員 看問一下不可能 所以當你到一個年紀 你假如在上班沒有機會了 你年輕能賺錢不代表你年紀大還能賺 你可能連工作機會都沒有了 懂意思嗎 在一段格局 我早就跟你提前這格局不對的 你為什麼要進去呢 你這兩三個月你進去要幹嘛呢 你告訴我 那你進去不是受到重傷了嗎 沒必要啊 不是嗎好不好 有年2020年賺了很多錢 可是前三個月 今年2020年 三個月 三個半月全部賠光了 打回原型 那打回原型是什麼 更嚴重是什麼 就是說他之前賺了錢 覺得好 股市錢怎麼這麼容易賺 那需要貸款 買車對不對 買房啊 現在賺了錢賠回去了 可是貸款還在 他變成工作能力 還款能力降低了 然後後面問題很多 所以股市是很可怕 你不要每個月都可以賺那麼多錢 也沒有每個月都有行情 尤其你看錯邊 那更不用講了賠死 電子股有了下跌五成 有了正在下跌五成的路上 這我早就跟你講了 不是嗎 我沒有騙你啊 懂嗎 電子股第二季營收會更難看 不是光這樣而已 不是下跌五成而已 有在五成的路上而已 第二季營收會更難看 為什麼 因為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 昆山封城 蘇州也封城了 對不對 封城以後影響到什麼 上海昆山蘇州 這個三角州是很可怕的一個地方 全世界的半導體 汽車零件 電子重要零組件都在這一塊 幾千家廠商 當這個地方乘風起來了 不能上班不能交通 你只能乖乖待在家裡面 也沒辦法上班 那會有東西產出嗎 會有很多零組件產出嗎 工廠都關了怎麼產出呢 所以我們說這個很嚴重 最後會怎麼樣 第二季營收會很難看 你不要說趙宇沒有跟你講 現在四月二十九號 好不好 那我們說 今天怕我開登出來了 開始要搶救 搶救這個長三角 為什麼怕鍛鍊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上海昆山蘇州 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在生產上面 尤其半導體 尤其手機零組件 跟車用的一些零件 這個地方如果鍛鍊 有個地方只要關起來 封城 那是影響非常大的 封城現在可能要封到 還20天 昨天說還20天 現在要19天 大概要5月10號左右了 所以你看影響多大 上海已經封快一個月了 還要到5月 5月中左右 那三個月就幾乎一個半夜就掛了 將來出來的財報 已經說會好看嗎 會很難看 一定會很難看 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好不好 那有人說沒有關係 台積電 我們富國神山會救 富國神山開滑說會 開滑說會 登了一大堆利多 登了一大堆利多 苦恰緩的跌下去了 那目前 台積電連線也開始往下彎了 你看這樣都是往上的 開始走平 現在開始往下了 你要非常小心 台積電連線也往下彎了 不要說張宇沒有跟你講 這格局都完全都不對了 台積電早就走空了 這走空好幾個月 你為什麼到現在抱著台積電呢 每天台積電好 本利比很低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這樣是繳學費呢 現在繳學費 以後還是繳學費啊 這格局是不會改變的 懂意思嗎 這是空投格局啊 懂意思嗎 這是空投格局啊 空投格局 你去買它你怎麼會賺錢呢 那當然就賠錢嘛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周縣來看 688 600塊突然到688 可是沒有用啊 又跌破600 那為什麼這裡不能買 很顯然這裡不能買 買進去就掛了嘛 那你怎麼研判這裡不能買 創新高啊 當股價創新高的時候 指標多少翻多 KD RSI MCD都翻多 最後你買進去 破掛了 再賠100多塊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段怎麼研判 為什麼這地方不能買 來 我想有答案大概沒有 只有張以銘有答案 為什麼這裡不能買 看到了嗎 曲線跌破轉空了嘛 怎麼買呢 那你看懂你就不會買 所以我也不會帶客戶去買 我也不會跟你講翻多 你看我的解盤內容多重要 那如果你不小 你買進去就死了 一張最少賠100 110萬耶 一張就10萬耶 這588耶 688耶 現在有588嗎 現在有588嗎 現在550幾耶 你買進去就賠死了 一張最少13萬不見了 好 台銭掛沒關係 有聯電 投資朋友 聯電來救 聯電連續酒精營收創新高 來救 救個頭了 救 31%了 營收很好啊 獲利都很棒啊 可是股價就是不好 同意是嗎 最後 你還是買錯要繳很多學費 有人甚至搞到身敗名類 被報紙修理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是 這個經濟日報投資冠軍 經濟日報出報紙修理他 因為他說聯電 60塊以下都是老天爺送你的禮物 結果現在跌到四幾塊 讓很多人賠死了 為什麼 原來如此 你看我節目就對了 我不會跟你講聯電販多 我應該跟你講就轉空了 這樣幾個月了 我會跟你說聯電販多嗎 營收創新高 我從來不講這種東西 那個也沒有用 好不好 股神系統才是正確的 好不好 18619最高點 今年也是台股歷史最高點 可能是今年甚至未來3到5年 甚至10年的最高點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萬年你買錯了 那跌下來 搞不好10年都不能解套 最嚴重的台股在民國78年 供到12000多點 買到那個高點的30年 最近才解 30年才解套 所以我跟你講5年10年是客氣的 有人搞不好30年都沒辦法解套 好 股市一定是這樣 方法對方向對一定賺錢 方法錯方向錯一定賠錢 這就是股市 懂意思嗎 那你要去檢討 你的方法對了沒 你的方法錯了沒 錯了不要勉強趕快改 不改你會傷更重 懂意思嗎 我今天為了上節目 特別去買一支球拍 因為我臨時找不到我的球拍 我桌球曾經在小學的時候 拿過拳箱 單打冠軍 我那時候打比賽的時候 打這個第一名的時候 校長叫沈騰峰幫我去後面撿球 幫我加油 那我們教練講過一句話 他說你打球的時候打桌球的時候 如果你的球飛出去了 那表示什麼 你太慢了 你碰了幾拍太慢 所以最後球飛出去了 那動作快一點 那如果球打掛網 連網都打不過去 表示你太快了 那要慢一點 就這樣而已 股市也是這樣 最後你掛網 你就太慢了 最後你球打到桌面外 你太慢 打掛網太快 打到桌球 球桌外面 太慢了 就這樣而已 打到桌外面 下次這個動作快一點 你撒球的時候快一點 你不能在那邊慢吞吞 然後撲飛出去了 飛到桌球外面太慢了 桌球桌外面 掛在網太快了 就這樣而已 教練跟我們教的 所以你想想看 打桌球是這樣 那股市又何場 股市呢 來收起來 股市這很簡單 方法對方相對一定賺錢 那你賺錢 你現在反過來推 你賺錢那表示你的方法一定錯 你每天看報紙沒有用 懂意思嗎 那如果這個方法讓你賺錢 你就不要再用了 你的方法一定是錯的 你的方向一定是錯的 這樣懂意思了嗎 這答案是很簡單的 你賺錢 那就是方法錯方向錯 那你以往的方法就不要用了 好不好 學的教訓 永遠就是最深的 最深刻的 刻在你的骨頭裡面 好不好 好 金豪科 說這邊用 金豪科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段廣告 廣告後來再講 金豪科 好不好 小小鼠A2500-6999 這是我賴打理馬 你可以搜尋加入 把電話發上來 有任何問題 記得留下電話 詹愛銘一定會回答你 身體要有停卷 好 更多超車見光臺 就來請張宇明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東升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 說你是東升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定留下來 詹愛銘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上面要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是免費 所以你是東升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講迭 密碼進步個股解析 再把時間交給張宇明老師 好的 有一個投資朋友說 他買了金豪科 沒有多久 賠了60幾萬 他快瘋了 他買10張而已 賠60幾萬 180 跌到120幾 賠了60幾萬 他說快瘋了 這種景氣 他賠60幾萬 看什麼時候才能賺回來 張宇明老師你趕快救我 好來 那我們的血汗錢的教訓 才是最深刻 你會永遠都記得 像磕在你 皮膚上一樣 跟你刺 這個 有一個疤在那裡 你就會永遠記得 血汗錢的教訓 來我們看下來 金豪科在這裡 這一天最高點 3月21 那就182 最高點這一天 投資朋友 創新高嘛 所以你一定會追 很多人都會追 這多好多好指標都翻多了 追完182 現在120幾 這一段60塊 一張6萬 你就會考試了 懂意思嗎 張愛明你有講嗎 剛好有講 3月21 下午2點14分 53秒 金豪科 有沒有最高點 我跟你講什麼 這在零走附近 這第一線在零走附近 這是不對的 這科技是不對的 張愛明我跟你講 有啊3月21 就這一天了 最高點這一天 那如果你不曉得買人去 哇一張6萬 你就考試了 3月21下午2點14分 53秒 自己去看有沒有講 如果沒有隨便你 好不好來 看了見危險 你才能夠不會危險 就不會踩進去了 就這裡了 踩進去就掛了 這一段 六十幾萬 就配掉了 好不好來 什麼邪惡第五波 股價創高 可是股錢已經拉不起來 就邪惡第五波 殺下來 看到嗎 這樣懂了嗎 原來你知道了 看我節目 你看有多大好處 你不要到處亂看 那沒有用 都叫你去死而已 好不好 多少人在牆面上股村裡 買空頭格局的股票 買趨勢往下的股票 買均線跌破股票 買死亡交叉股票 真是害人不前 我講有沒有講錯 到今天還有多人在講 沒跟你講一些錯誤的股票有沒有 來 零八顆 零八顆對不對 都跌三十幾 怕你還問我對不對 一張都三百八幾塊了 為什麼這一段不對 股神系統告訴你很明確 這是空頭格局 好 四星也一樣 很多人買四星 買了半年一樣 在盤在地上 爬不起來有沒有 都賠死了 為什麼 格局不對嘛 四星 維權店 對不對 金利科 這個都是宏達店跌五成 一金光 這個都不對 華邦店 這完全都不對了 博智這個都不對 三線走空了 智翼這個都不對 好不好 新興一樣三線轉空了 景碩 ABF都不對 三代股票都 南電 我一張都賺六十幾塊了 好不好 網品牛排也是不對的 航運股也不對 所以你去買這些股票 自然是學會腳步案 好不好 方向錯誤 快跑沒有用 有沒有道理 當然做對的 錢自然就會放到口袋 都這邊 有沒有很輕鬆很愉快 有啊 一天而已 輕鬆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好 我早就講了好不好 一大堆了 不要說我賺多少 這個原地都賺得比你多 因為很多人都被你屁股了 有沒有道理 小老鼠A 2500 69999 是我LINE的阿里嗎 發上來有問題發上來 記得留下電話 在裡面回答你 把線條的停權 好 非常感謝來賓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享 提醒觀眾朋友 我會盡速回答你 我會盡速回答你